四五六七八九十 一月十九號 睡覺唱歌上網看他的手機然後看電腦 他媽媽 也是正確 像他爸爸一樣的男生 下一個問題 我們很少吵架 一副罵都很少罵 他現在越來越大了 你多點就是發那個信息給我 訊息給SMS給我 我們會很開心 肯定不是跟爸爸了 跟媽媽去 這是真的嗎 跟Ella 跟Ella去 我們多先幫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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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有一只小青蛙 他的名字叫做小绿 然後呢 我一在講話的時候 你先不要打擾我 小绿呢有一天 早上起床 很準時鬧鐘一響 然後他就就起床也沒有賴床 然後一看就是 6點半要起床吃早餐了 然後小绿就很乖的起來 然後就 跳到一樓 然後就說 翻成人類的語言就是說 爸爸媽媽早安 我已經起床了我要吃早餐 他們在吃飯的時候都沒有講話 然後吃完之後 就這樣爸爸媽媽說 OK吃飽了 記得爸爸媽媽提醒你的一件事是什麼 刷牙 不要亂走 不是刷牙 他早上起床已經刷牙了 不要亂走 不要被側壓扁 對因為他爸爸媽媽就說 你現在才十歲 所以你出去过马路的时候 爸爸妈妈还是担心 你会就是没有看仔细 所以记得 什么意思 就在青蛙的世界 就是说停看听的意思 就是过马路之前 要先停下来 看看左边右边 然后再往前走 然后那天小绿就觉得 自己是一个 哇好怪的小孩哦 都没有迟到 然后没有赖床 然后爸爸妈妈都好爱她 出门前还亲她一下 然后她就说 什么意思 太开心了 然后她就很开心就出门了 她就在那边唱歌 我要去上课了 今年好开心 他又太开心了 她问了爸爸妈妈说的 什么意思 完全忘记了 完全忘记了 这是什么意思 完全忘记了 她完全忘记停看听这件事情 她只是想着说 是个乖孩子 就一昧的就往前冲 然后就 一台车就开过来 然后就听到一声 一件很悲伤的事就发生了 小绿当场被车压扁 扁的程度 就是已经可以 就像一个贴纸一样 就是已经扁到 你可以把它贴在墙壁上面 这个故事 我们就在这边结束了 最后的结束 OK 现在请你们告诉我 这个故事要传达的意义 是什么 不要乱爬 不要乱爬 举手 好 莉莉先 不要一直不停换她乱爬 不要过度开心 对 还有人有别的意见吗 乐极胜碑 乐极胜碑这个非常好 还会成语 还有谁有别的想法的 这个故事要传达什么意思 好 艾琳 不要当青蛙 Yeah 艾琳讲得非常好 因为当青蛙的悲惨之处 就在于开车的人 他看不见那么小的东西 所以很容易他会被碾毙 因为毕竟我们身为人类 是比较你知道 有高度的 所以开车的人会看到 就赶快刹车 可是因为青蛙太小了 所以开车的人看不见 开过去就会把你 压扁 旁边要看清点 好 宝贝你有什么想法 这个故事在讲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 一定你体会到什么啦 小绿就这样被压扁了 你有什么感觉 很恶心 好 其实妈妈要讲 这个故事的原因 就是告诉你们 不只是过马路要小心 这么简单的事 我要讲的是一个很大的想法 就是生命是很无常的 翻译人类的语言就是 你今天过得很快乐 你这一秒过得很快乐 可是你完全不知道 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 好的 我要讲的是做人 就是要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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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讲完话 现在先 静 我要讲重点了 最重要的核心 做人就是要 珍惜当下 我们知道好好享受 快点拥抱一下 我们怎么知道 妈妈什么时候会不红啊 所以我们要享受当下 有一天妈妈不红了 你们想拍杂志 门都没有 要不是我现在当红 你们三个会有这个机会吗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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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妈妈妈 那你们觉得全世界最红的女明星是谁 妈妈 妈妈 妈妈叫什么 嘻嘻嘻 叫做 没有我的艺名 小S姐 小S姐 小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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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巨星 小S就好 不需要加姐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对 从来 从来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Superstar OK 預備 起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Superstar 是谁 是 小S 小S 國際巨星 好 睡觉 快点躺 好 不要吵 安静 睡觉 欸 做到了 粒子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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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想要靠我這張model card出去 人家真的看到 他覺得很適合這樣 進入演藝圈之後 在工作上如何擺脫父親的光環呢 在兩年前 那一段時間 這個整件事情發酵得很嚴重 即使在路上聽到 人家叫我呼喚你 我會很莫名其妙就會很痠 你就會覺得好像在演藝圈做什麼都不太對 有一種尷尬 就是說你把收視率做好 或是你把這個東西弄好 大家不會覺得是因為你啊 大家會覺得說 你就應該啊 你爸爸那麼優秀 你怎麼會 但收視率做不好的時候 大家就說你怎麼會這樣子 就是永遠是好像得不到一個 肯定跟讚賞 後來我發現 我很想在他面前 證明一個什麼東西 好讓他愛我 可是後來你會發現 其實爸爸你根本不用做什麼 他就很愛你了 當你了解這件事情之後 你也放下這件事情之後 我現在做事就很自在啊 在生病時候那段的心路歷程 反正經歷很多事情 也是從那一陣子有發現 人的抗壓性跟身體的抗壓性是兩回事 我是做全身身體檢查 才發現子宮出的問題 可是那個藥我一吃就吐 然後隨時隨地都在噁心 然後我就說醫生我真的受不了 我沒有辦法這樣子吃 因為真的嚴重影響到工作 後來我就把藥停掉 然後就一直這樣嘛 中間大概維持了一兩年的時間 就一直發胖啊 然後有一天我就反正覺得 已經運動的時候怪怪的 所以我進門打了一個噴嚏 我就跪地不起 然後我女兒晚上又來 她等於在我病床旁邊寫功課 然後我就覺得我在幹嘛 我為什麼要這樣 所以我那時候就意識到說 我要為了健康 為了小孩 衝一波試試看 如何看待自己現在的體態呢 我已經接過無數個粉絲說 她因為看到這樣子 她開始運動 你知道我每次在看這些的時候 我就好開心啊 因為我覺得這是 這是你沒有想到會影響這麼多人 其實我一直要強調的一件事情是 我對身材的外表什麼的 我沒有很重的審美觀 去看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每一個人的外表 都有很不同的美感 對我來說是最大的改變是 我好像可以變得更健康 運動起來可以更沒有負擔 在戴小孩的時候可以更有體力 然後做事的時候可以更專心 到底誰才是激勵你的身體呢 脫口秀的那個女主人 Alan DeGeneres 每次在看Alan Show的時候 我就很感動 她是真的在愛這些人 然後想要幫助這些人 所以我也很希望有一天 可以做到像她這樣子 因為我們是公眾人物嘛 公眾人物有一定的影響力 但你這影響力要怎麼樣 發揮到最大機制 去影響這些人 去幫助更多人 我就覺得我有一天 一定要像她一樣 那要如何兼顧媽媽這個角色呢 其實對我來說 最難的是當一個好媽媽 我一直很怕說 我們的工作的關係 會不會跟她疏遠 一整天的上半場 已經被工作挾持了 中間只剩下一個小時 自己的時間 我只能偷控是工作 跟她下課的時間 就是說再怎麼樣盡量 不犧牲到跟小孩相處的時間 又可以滿足自己的狀況 其實某種方面 你一定要犧牲 所以有一陣子我很怕 她告訴我說 曾姐那個 有什麼工作來 我說你不要跟我講 那天我要帶小孩出去 你不要告訴我多少錢 對人生還沒有自信的年輕女孩 你想跟她們說什麼呢 年輕的時候 找不到定位是很正常的 對 因為我覺得找定位這件事情 跟自己的人生價值 跟自我形象的建立 是要經過長年累積的 這個歲月磨練 對 所以你記得一件事情 任何現在發生的磨練 都是好事 都是好的磨練 會發生的事 都是好事 只要你能夠把 這一些發生過的事情 將來變成是一個 美好淬煉出來的成果 那才是最重要 然後如何把我們這些 以前發生過的事情 可以從中 再拿出一些去幫助別人 那你就是最完美的人